18岁妖星单赛季20球,应贯最佳率队升超,被誉为下一个贝尔,应超这个赛季的升班马中,老朋友傅勒姆时隔4年再度回归,虽然开赛季5场比赛只赢下了一场,但是傅勒姆还是给球迷们带来了大惊喜,他就是我们这次要说的主人公,一位18岁的妖星,被誉为下一个贝尔,塞塞尼翁,塞塞尼翁出生于英格兰伦敦, 16岁时他被誉为是英格兰最有潜力的年轻球员,也被球迷和球塔拿来和黄马飞翼贝尔做比较,当时年仅16岁的塞塞尼翁就被利乌普和阿森纳两大英超豪门轰抢,然而傅勒姆并不愿意放走这位球队的未来巨星,直接开出1亿欧元的标价,让所有球队望而却步,塞塞尼翁也没有辜负傅勒姆的期望,上赛季傅勒姆还在英格兰, 在英冠的时候,塞塞尼翁单赛季就打出14球6助攻的高光表现,拿下了英冠上赛季的最佳称号,并且做微球队的核心人物成功绿队,时隔4年重返英超的舞台,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16年的8月21号,年仅16岁的塞塞尼翁,在代表傅勒姆上场仅仅一分钟之后就打进了一个进球,而当时这个孩子还在等着拿到自己的中学毕业证书, 但是那场比赛并不是塞塞尼翁的职业生涯首秀,早在那之前塞塞尼翁就已经代表傅勒姆完成了英冠的比赛,之后他用那力进球把自己写进历史,成为了英冠联赛第一位进球的00后球员, 要知道他在哪,到生涯首球的时候才刚刚过完16岁的生日,傅勒姆的主帅卡诺维奇可以算得上是塞塞尼翁的启蒙恩师了, 他在傅勒姆得到了球队充分的信任和上场时间,自从进入了傅勒姆的一线梯队之后,塞塞尼翁已经在各项比赛,中队球队出场25次了, 在同年龄段已经是翘楚,塞塞尼翁也没有辜负球队的信任, 四肢左后卫的他打进了武力进球,在对阵纽卡斯尔联队的时候塞塞尼翁还没开二度,帮助球队完胜对手, 塞塞尼翁有着不错的基本功,不光是速度出色,在原地摆脱甚至是盘带突破,都有着精彩的表现, 虽然他对抗和国人的成功率并不算高,但是刚满18岁的他依然大有可为,而且塞塞尼翁在球场上脑子非常清楚, 作为左边后卫的他在进攻中有着和队友配合的团队意识,在防守中有着提前预判的意识, 这在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身上,可以说是相当难得了,当然塞塞尼翁的亮点依然是在他的进攻能力上, 在足总被负勒姆斯比一战胜赫尔城的比赛当中,塞塞尼翁被安排在更靠近进攻区域的位置, 有点类似于左边一位,在这场比赛中他成功打进了一球,并且奉献了一次助攻, 当然还有一颗被吹了越位的进球,尽管目前我们还不能将塞塞尼翁与贝尔相提并论, 但是年轻的贝尔出道时也是左边类角色出身的,渐渐的贝尔的进攻才华凸现才让他成为了巅峰, 而同样作为有速度,有身体,爆发力出众的塞塞尼翁,在富勒姆度过了一个让人激动人心的赛季之后, 很难让人不把他和贝尔联想到一起,塞塞尼翁究竟会有怎样的未来,我们都不清楚, 但是目前英格兰妖人辈出,每一位都拥有着无限的潜力, 而对于塞塞尼来说他的下一步关键是找准自己在场上的定位,找到自己的模板, 在国家队的比赛中塞塞尼翁的位置更靠前,成为了球队左边路的进攻发起者, 而在俱乐部塞塞尼翁也慢慢的向边风发展, 对于重返英超的富勒姆来说塞塞尼翁这赛季, 能否继续在英超舞台上,保持上升的态势,这都值得我们去观察。